字幕开始之前请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我的频道是免费的 如果失散的话请重新再订阅 在此多谢大家 今天是2020年1月30日 现在要跟大家报导一下新型冠状病毒的数字 到目前为止 现在国内感染人数有7711宗 死亡人数有170宗 康复人数有129人 香港现在发现的案例 总共有10宗 澳门有7宗 台湾有8宗 大家记得小心防疫 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说 就是民政事务处有一个澄清传言的公布 网上和手机即时通讯软件有流传信息 说各区的民政资讯中心和民政事务总署 将会向全港市民派发口罩 这个消息是假的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现在又是有些有心人 要出来搞乱香港 制造恐慌 大家千万要小心注意 所有的讯息发布 究竟是真是假 我相信 精明的香港人 一定不会被人欺骗 是不是 还有一个消息 是非常可怕的 他说政府运了20个季的口罩 上去北京 政府哪里会运口罩上北京 政府根本就是 现在求其他地方 可以有口罩运来香港 如果北京自己需要的话 他们就自己去找 反而特区政府向北京求助 还有可能 怎么会反过来 中央政府向香港求助 我觉得这个说法 真是用脑袋想 你都知道是假的 第三件事更特别 就说 衛生署准备一些口罩 是被政府的高官使用 哇!有没有搞错 这些传闻都传得出来 真是唯恐天下不乱 绝对不可能 我相信 特区政府如果有口罩 一定会供应给香港市民 首先运用 衛生署处备的外科口罩 和N95口罩 是专门提供给医护人员使用的 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些传言 如果你相信的话 我真是怀疑大家的智商 还在不在这里 自己香港自己救 记住做个醒目子女 对 对 对 谢谢观看